之前有一些農場說 其實在定位在CBL成立 那SBL就不是國內最高等級的賽事 那個是因為政府的政策 CBL要是成立的話之爛 那是會國內的最高等級 那當然那時候SBL 我們在實際上討論定位就是說 也是要廣色球隊 然後再增加球隊 然後更多的好手進來 然後多一點練兵的機會 然後讓不管他們以後打得怎樣 那讓CBL有更多的兵員可以挑 那當然CBL現在不成立的話 那如果真的不成局的話 那我們是還要再召開 跟球團召開那個SBL球團的會議 那我們的目標還是要再次開放球隊 但是我們是設一個低標 把標準降低 但是高標我們就不適合了 那希望更多的球隊可以在SBL這個舞台 來亮相 然後更多的HBL畢業的球員 然後UBA畢業的球員 好的球員可以進來這個舞台 如果SBL能增加球隊 讓更多的球員 更多的好手進來 那整個對我們SBL的整個生態 然後不管對以後國家隊的整個生態 當然是會是一個好的 會是個好手進行的 還有旁邊是甚麼 新鮮的球員 讓他站在等於 你們都可以進去中充滿 掌握一個最後的下部 去十足 電影 達度 很高的 也有